现在推过来的这台机器是我们的大炮一体机是在辽宁沈阳的用户开车开了一天不远千里在我们厂家实际考察定下的啊 师傅这边安装调试一下我们准备开始试机是一个我们的大炮一体机 现在把咱压力表缠点生胶带拧在锅屁股后边的位置啊把压力表拧上去把它拧紧 现在把我们的电瓶插上啊即使是用12伏电瓶带动它转动的我们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 电瓶的这两个夹筒都是给大家弄好的啊电瓶已经接好然后煤气罐也已经插上开关已经正常运转了我们就准备开始操作了啊 软软的不及到我们现在把咱这个炮筒安装好啊把炮筒安装好炮筒的话这个扇网也是加长加厚的扇网耐高温抗撕裂尼龙材质的啊把炮筒我们现在固定好 好了我们现在准备开始放料操作了啊我们放入我们的玉米看一下咱这个料斗不锈光料斗全部锈光的给大家 赠送的通过我们的料斗把它玉米直接倒进去就可以了啊特别方便简单 盖上我们的盖子啊玉米放进以后把咱的盖子放进去啊盖子必须要做中上紧大家注意一下啊必须要做中上紧的拧我们的丝杠把它做中上紧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们的助力棒啊用咱的助力棒把它上的更紧一点 压紧了把火放平然后点火加热 拿着我们点火枪打开我们的煤气罐打着火了啊然后后边打开我们的调速开关 这个是我们的升级款的开关可以调节速度的啊调速开关 现在就等待咱机器升压然后放炮就可以了这个是压力表啊正在升压呢一会儿到压力以后我们就准备开炮了 现在压力已经快到了啊一会儿咱这个辽宁东北的大哥给大家放一炮啊这个放炮棍已经拿到大哥手里边了一会儿咱这位大哥给大家放一炮 准备放炮了 好了把我们的开关关掉啊压力到了把咱开关关一下 开关关掉把我们炮头往后边一拉机器两侧挂钩挂上然后咱这个大哥直接放炮了一二三 哇塞漂亮 把我们这个锅里边存的把它迅速的把它倒出来啊 到了我们底下这个小抽屉了啊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小抽屉啊直接倒到小抽屉里边了一点也不会浪费的 然后看一下我们这个活泡桶一体机咱这个活泡桶这样一先一倒就把它泡桶里边存的花就倒干净了啊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咱这个绷好的花我们看一下效果啊 这个就是我们绷好的花绷了满满一大袋子一会儿把它倒出来我们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现在把咱这个绷好的花我们倒出来近距离的看一下效果啊我们近距离的看一下 哎呀哎呀真漂亮哎呀真漂亮我们把它扇一下 对啊 呃